上回说到 南臣的忠臣 镇殿大元帅罗戎 死在乱军之中了 夫人定小侠 也拔剑自吻了 镇守东边的新德庆 知道自己打不过随兵的高颖 就把手下重战将叫在一起 跟大家商量 准备现成归降 这新德庆手下 也有恐泛的心腹啊 这个心腹撒腿往城中跑 到了孔范面前 大人不好了 新将军要现成归降 把孔范气坏了 这个新德庆 吃里扒外的东西 我早就应该把这处死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孔范一琢磨 这随便要进到城中 还不得把我一刀一刀的挂 老啊 哎呀 他赶紧把自己的心腹家人叫来了 大人 什么事啊 赶紧让人收拾东西 把家中值钱的东西 全都装进箱子之内 装到车辆之上 孔大人 是不是要跑啊 少说废话 快去 奸臣恐犯 让家人收拾戏转 新德庆在这时候 已然把城门开开 带着所有的军兵 把刀枪一扔 跪在地下 归降高颖高元帅了 高颖得报之后 带着手下亲兵来了 新德庆跑到前面 跪到高颖的马前 我新德庆愿意率手下 众军官归降 我们愿意归降大随 归降来迟 在王爷面前领罪 高颖非常高兴 甩灯离安下马 用手相掺 新将军请起吧 你县城有功 将来我在开皇天子价前 保你高官得作 骏马任旗 哎呦 那我可谢谢王爷了 新德庆高兴了 准我归降 将来还保我高官得作 骏马任旗 王爷 您有什么指令吗 这样吧 你带着令胡达将军 还有武建章王爷 指挥人马 去抄孔范跟江总的家 王爷您放心吧 他们现在跑不了了 高颖就把令胡达 还有忠孝王武建章 叫到面前 二位 请你们辛苦一趟 赶紧把两个奸臣捉住 武建章也很高兴 令胡达也很高兴 新德庆就让人带着 告奔孔范跟江总的家 高颖指挥人马 就奔了皇宫了 这奸臣孔范呢 在家中正带着手下 家人收拾东西呢 家人腾腾腾往里跑 孔大人了不得了 令胡达带着兵将 已然到了他们府门外了 孔范心说 这回可晚了 这时候令胡达 腾腾腾卖虎步 依然走进院中 站到孔范的面前 孔范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真是磕头如捣蒜 哎呀 您饶了我吧 您饶了我吧 我情愿意归降 令胡达用手指着孔范 孔范 你这个乱臣贼子 啊 你们兄妹勾结 犯上作乱 你们为所欲为 恶贯满盈啊 来人呢 绑 不摇分说 就把奸臣孔范绑上了 而且把那全家人 全都捉起来 令胡达 派人看守 与此同时 钟晓王武建章 带着手下兵将 到了江总的家中 把江总生情活捉 也把他家抄了 把他们全家全都绑上了 高颖呢 就带着手下兵将 直入皇宫 可怜这位陈后主 陈叔宝啊 对外边发生的事情 一点也不知道 就听见城中挺乱 到底什么事呢 陈后主还蒙在鼓里呢 这就是因为 奸臣孔范跟江总 压住军情不揍 陈后主仍然在宫中 跟孔贵妃 公贵妃 出师答对 吃喝玩乐 陈后主不知道 可是宫中的太监 嫔妃 公俄 才女 全都有耳闻了 听说罗荣已然死了 心得庆归降了 可又不敢告诉陈后主 就在背地里 撒一圈 我一伙 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这陈后主也感觉到 情况不妙啊 几天的时间 也没看江总 跟孔范进宫 嗯 我说呀 这个孔范跟江总 二位爱卿 怎么几天不到宫中来了 谁敢说什么呀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太监 慌慌张张 跑到陈后主面前 皇上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你这么惊慌啊 皇上 随便进城 皇宫被包围了 啊 陈后主一听下的体色 筛糠 肚子成一团了 这位孔贵妃 跟公贵妃 刚才还唱呢 现在脸跟白纸 是他 后主急了 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早走啊 哎呀 皇上是孔大人 不让走柄 哎呀 完了完了 全完了 这位陈后主说着 伸手拉住孔贵妃 跟公贵妃 二位爱妃 赶紧跟我跑吧 这个陈后主 能跑到哪去 他带着两个贵妃 找了半天 最后找着一口枯井 一看这井还不太深 陈后主 咬着牙 胀着胆子 就把这两个贵妃 推到枯井当中 陈后主 也跳到枯井之内 三个人 望着井中一蹲 这个时候 高颖高大帅 依然智慧兵将 进了皇宫了 把宫中 所有的人 全都捉住 孔生看起来 可是就没看见 陈后主 陈书宝 带着兵在宫中 搜查 是踪影不见 高颖纳闷 难道说 陈后主 他跑了 不可能 搜 说什么 也得搜出 陈书宝来 就这样 高颖手下的兵将 是挨着宫的搜 挨着屋的搜 最后 就在这口枯井里头 找着了 陈后主 陈书宝 把陈书宝拉出来 把两位贵妃给拉出来 王爷 陈后主在这 高颖一看 这个陈后主 跟两个贵妃 三个人 哆嗦成一团了 高颖 用手一指 陈书宝 你抬起头来 嗨 陈书宝 一抬头 哎呀 高颖摇了摇头 心说呀 看起来 此人贪恋酒色 只见陈书宝 长得瘦小 枯干 脸上一点 血色都没有了 唉 一个君主 这样贪恋酒色 把身体 弄成这个样子 既然陈后主 贪恋酒色 听说 他身旁的贵妃 一个个貌若天仙 高颖又说了一句话 你们两个人 是不是后主的嫔妃呀 哎呀 我们正是 你们两个人 抬起头来 孔贵妃 跟公贵妃 两个人一抬头 高颖 腾腾腾 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是啊 这两个美女 天资国色 怪不得人说呀 苏杭出美景 江南出美女呀 高颖心中 十分感慨 周幽王宠包四 夏杰王宠媚喜 吴王宠西施 殷赵王宠达基 美貌的女子 天资国色 清国清城 王国之物 这是可爱又可恨 来呀 把他们三个人捆起来 勘压好 手下人家把陈叔宝 跟孔贵妃 公贵妃捆好了 高颖早就听说了 健康城 陈后主身旁有十二个美貌的贵妃 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等四美 一个是孔贵妃 一个是公贵妃 一个是张丽华 一个是尹贵妃 就这四位美女 把陈后主迷了个神魂颠倒 不问国事 最后把江山都丢了 高颖 命人勘压好陈后主 跟两个贵妃之后 就命人到晋王杨广的大营 把一切事情奏禀殿下 杨广一听心中高兴 这一回大兵南下 自己身为三军统帅 终究是拿下健康 捉住了后主陈叔宝 这个晋王杨广 虽然年轻 咱们前面已然说过了 他是个酒色之徒 可以称得上 是花中之王 色中之鬼 在长安城的时候 就因为他贪恋酒色 他的父亲开皇天子 杨坚不喜欢他 正宫皇后也就是他的母亲 孤独是也不喜欢他 后来杨广为了争权夺势 改变了面孔 装成一个正人君子 这次发兵 他身为三军统帅 兵权在手 这杨广想什么呢 得下南臣了 自己立下这么多战功 在中小王武建章 安阳王高颖 昌平王邱瑞面前美好 因为这几个人 都是大岁的开国之臣 让他们在父皇面前 替自己说好话 将来好谋夺太子之位 杨广还有一个想法 他为什么这么想上健康 因为他在长安城 就听说了 陈后主 嫁前有很多美女 都是绝世无双的女子 我要是能把这些美女 弄到我的手中 寻欢作乐 这多好啊 他本来想投一个进宫 捉住陈后主 他先把这几个美人 弄到手 没想到高颖先进到皇宫 捉住陈后主 而且把这些贵妃看起来了 杨广一想不成 说什么 我得想办法 看看这几个美女 让他们伺候我杨广 我找谁呢 这几员老将 忠孝王武建章 大将韩秦虎 跟父皇不分彼此 昌平王邱瑞 那可是我三叔 靠山王杨林的亲戚 我在他们老哥几个面前 不能胡作非为呀 杨广想来想去 他想起一个人来 他就想起李渊来 杨广他坐这想 这地下还跪离人呢 就是安阳王高颖派来的人 靖王千岁 您有没有什么吩咐 小人我可告辞了 好好好 你回去 告诉安阳王高颖高大帅 说祝贺他 七开得胜 马到成功 这人心说 靖王千岁 说的叫什么话呀 这个人走了 杨广义琢磨 无论如何 我得把李渊叫来 李渊是我的两姨兄弟 他对我错不了 我得让李渊 把这几个美女 给我杨广弄来 来人呢 伺候殿下 把李渊给我请来 是 少下人出去了 时间不大 就把李渊请来了 李渊来到帐中 殿下 请问您换我何事 哎呦 表兄来了 表兄 请坐请坐 殿下 您是君 我是臣 您可不应该这么称呼我呀 哎呀 表兄啊 咱们谁跟谁呀 现在帐中 就是咱们哥俩 不必以君臣之分 表兄 您请坐 李渊只好坐下了 请问殿下 找我李渊何事 表兄啊 我朝这次六十万大兵 兵发南臣 可以说兵强将勇 有这些忠勇的将士 忠勇的儿郎 才灭了南臣 是我大随能够统一天下 天下一统 马放南山 刀枪入库 万民乐业 五股丰登 咱们呢 也用不着东挡西沙了 你呀 是我的表兄 是我最亲近的人 将来咱们同享福贡福贵啊 哥哥 我把您找来不为别的事 听说江南有四美 都是天资国色绝带佳人 穿着神乎其神 可不知道这四美到底美到何处 表兄 今天把您请来 想让你到高大帅处 把孔贵妃 公贵妃要来 让我杨广看看 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到 李渊一听就明白了 李渊确实是杨广的表兄 因为李渊的母亲是孤独士 郑公皇后杨永 杨广的母亲也是孤独士 叫表兄是应该的 但是现在李渊是臣 而杨广是君 李渊知道 杨广在京城 就是有名的旧色之徒 连他的父亲母亲 开皇天子 郑公皇后都不喜欢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杨广突然间变好了 变成一个正人君子 不尽女色 怎么今天他旧兵复发了吗 为什么想看看江南的美人 哦 李渊明白了 他在京城突然间变好了 是给开皇天子 郑公皇后看 是给满朝的文武看 实际上 这个人不是好人哪 他不是旧兵复发了 而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色忠之王 想到这儿 李渊可有点不高兴 可是李渊是臣 杨广是君 李渊又不能得罪他 殿下呀 您可要知道 臣后主嫁前的美女 都是江南的物国之人 他们迷惑君王 使君王贪恋酒色 失去了朝政 对他们可不能不借呀 李渊说的好话 俗话说的好 劝赌墨 劝瓢 劝瓢两不交 这人要是酒色之徒 你要一劝他 都能跟你绝了交情 李渊是真心实意 想让杨广做个好人 没想到他这么一说 这杨广还不愿意了 杨广心说 我原以为你李渊 能为我杨广办事 没想到你在我面前 假装正经 杨广心里不高兴 可是表面上 他又不敢露出来 他也怕得罪了李渊 如果李渊回到长安城 把这件事跟他母亲说了 他的母亲要跟孤独皇后说了 孤独皇后告诉了开皇天子杨坚 对杨广是没有好处的 不但美人没到手 而且将来也拿不下太子之位 杨广这个人有心情 想到这他反而满面带笑 哎呀表兄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 我的意思呢 就是想看看这些美女 到底长得什么样 也不过就是开开眼呢 李渊明白了 这是杨广不甘心 他变个方式跟我说 好吧 殿下既然如此 我就去面见高大帅 杨广给李渊做了个一 那就有劳表兄了 咱们长话短说 李渊呢 就进了建康城 来到高颖的帐中 高王爷 我是奉殿下千岁的命令来的 晋王千岁 让我问问 陈叔宝宫中的事 办完了没有 啊 李将军全都办完了 听说殿下兵闸水溪门 我正准备迎接殿下进城 奏明宫中的事情 这个李渊毫不隐瞒 就把杨广的原意 原原本本的告诉了高颖 高颖一听心中可不高兴啊 心说怎么 晋王千岁 要陈后主 嫁前这两个美女 孔贵妃跟公贵妃吗 高颖是个好人 不由得心中无名火起 李将军他 想当年我高颖是齐国之臣 我为什么归降大随 就因为我看着开皇天子 君政陈贤 而且靠山王杨林 爱将如命 杨林大公无私 受人尊敬 我高颖才归降大随 做了大随之臣 可没想到殿下竟是这种酒色之徒 实在是可悲呀 李将军 孔贵妃 公贵妃是妖艳之父 是误国亡国之人 南臣为什么灭亡 难道不是我们的前车之剑吗 我们绝不能叫这些淫妇 来迷惑开皇天子的儿子 将来大随天下 还得指着开皇天子的后代呢 高颖说的是好话呀 李约也明白 王爷 我也知道 可是杨广是个酒色之徒 如果我们真依着他 将来让老黄知道了 一定会埋怨我们 如果咱们不依着他 就会得罪他呀 李将军 我是不怕得罪他的 我为什么归降大随 我是冲着开皇天子 跟靠山王杨林千岁 我绝不是冲着阳广 李约欣说 我别再往下说了 我要再往下说 这位高王爷 指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呢 高王爷 那您说 我应该如何回复太子殿下呢 李将军 你回去告诉太子殿下 就说孔贵妃 公贵妃 他们是要挟之父 专门会迷乱君王 他们民分太大了 不杀 不足以凭民分 我高颖啊 依然传下命令 把这两个贵妃 当众杀了 消守失众 李渊信说 我就这么回复吧 高王爷 末将告辞了 李渊回去 就按照高颖的意思 向杨广回禀了 杨广是无名活气呀 哼 杨广心说 我想要这两个美女 如意算盆让您 我打碎了 哼 什么叫啥了 就是你高颖不给我 高颖高颖 搁着你的 放着你的 有朝一日 我要成为大随的天子 我就要你向上人头 所以从这时候开始 殿下杨广就跟安阳王高颖 结下了深仇大恨 这是后话 咱们放下暂且不提 南臣丢了建康 臣后主被捉 就算王国了 可是江南 还有不少的城镇 需要杨广去收复 大军不能回归长安 晋王杨广就写好了奏折 派人回归长安 递到开荒天子的手中 隋文帝杨广接到杨广的奏折之后 就传下旨意 让杨广处置南臣的奸臣令堂 把陈后主所有的工人 全都借进京城处置 旨意传到了晋王杨广的手中 杨广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来呀把李渊将军给我请来 是 手下人去请李渊 到底杨广请李渊 什么事 咱们下回再说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